好,老王,刚刚听到这段谈话,感不感人? 因为我很认真,很感人 我连哈欣都不敢打 这个讲得太好 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 所以关键在深圳 那这个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林郑月,因为人家问他嘛 现在习主席都到深圳去了 那这个意味好像深圳感觉比香港重要很多 那他就问林郑,林郑就回答说 那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 我乐见深圳比香港好 我也不介意深圳的GDP比香港高 那我也希望呢,政府可以在这个深圳地方 先实行,先事先行 就是说什么好的呢,什么实验呢 都可以在深圳来当做一个示范区 那这个网友就讲说 那个林郑月,你到底是香港的特首 还是这个深圳的特首 你怎么不在乎香港的经济能力 经济好像要被深圳赶过去了 照理说应该是我要赶快让香港加油 所以这是一个题外话 因为这次南巡引起了很多话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深圳的经济特区 其实从1980年开始了 8月26日当时是跟珠海一起开始了 那中国过去大概在2010年以前 就广频繁的设立经济特区 大概有七大经济特区 不管是南海南啊 它在海南岛这边,还是在这个新疆 那比较你,福建也有 但是我们比较知名的大概就这个深圳经济特区了 那在广东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特别一下讲一下这个深圳 这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史 我们总共有40年 我们签成20年 就是在2000年以前跟2000年之后来看 我们先看第一照 这2000年以前 其实深圳在做什么事 其实政府啊 他们中国政府在 让大家逐渐有金融的地位 然后打造一个什么 所谓的深圳速度 大家有听过深圳速度吗 深圳速度就从这个国贸大厦开始 它一共53层嘛 他们当时喊出啊 三天盖一层楼啊 这个术语就从当时来的 还有时间就是金钱啊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2000年以前的深圳 其实靠就是不断的拼速度 不断的在赶工 然后不断的把金融带进来 包括这个深圳的交易中心也开创了 所以它是特区有特权 所以它有特别的这个经济 跟特别的证券交易所 其他特区都没有交易所 所以你看到它前20年 就做这个打底的基础嘛 那有中共的资源嘛 那做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到2000年之后的 后20年 就是深圳真正起飞的时候 那真正起飞 那包括它很多地位的建材 然后中共也告诉大家说 我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的来什么 支持深圳的建设 所谓的深圳大特区 也就是在这20年之后开始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 深圳的这个税收表 你看很明显看到在 2000年之后的深圳 其实土飞猛进 因为深圳这个地方 得天独后 因为有很多中国官方的支持 那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科技 像我们之前被制裁的华为 其实它的大本营就是深圳 另外还有比亚迪 大疆跟腾讯 比亚迪我要特别讲 如果你有去深圳旅游 其实他们那个地方 都很多电车 那电车就是比亚迪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深圳的很多黑科技 我们昨天有讲一句话 可是现在老美也盯上 大疆跟腾讯 所以深圳的四大黑科技 可能将来就是 美国国务院四大黑名单 尤其比亚迪是电动车 那也看到 不管是大疆比亚迪还是华为 他们其实最重要的实力 都在硬体的实力 所以我们昨天有说 深圳这个过去 就是长期在硬体的硬实力的上面 那未来 习近平昨天已经喊出 智力更生 然后重新开创创新 未来会不会往软实力发展 值得我们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 1980年到2019年 深圳的这个税收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 有没有赚钱 国家有没有赚到 这个经济特区的钱 就是税收看起来 你可以看到过去 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这个税收 才不到不到这个1亿 不到1亿人民币 到目前已经来到 根据习近平的说法 是来到9000亿的税收 那光明显的一个暴冲期 就从2000年之后 所以深圳这个地方 其实是成长非常远速 另外我们再来看 我们刚才看到很多 七大的经济特区 我们这里把它统整一下 你可以发现 我们把它对比到 1999年 1999年 然后2009年 包括2019年 分别三个年份来看 哪一个地方成长最多 很明显就深圳这个地方的 爆发力成长率最高 那也就为什么 我们就可以和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会注重这块 他为什么不到经济 其他经济特区去喊话 为什么不去 其他比如说西巡东巡之类的 为什么 因为深圳在过去几年 30年表现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呢 因为深圳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接下来就所谓的什么 之前就所谓的大湾区的计划 大湾区你看到就以 其实我个人认为 并不是以香港为中心 反而是中国以深圳为中心 然后拓展到香港 澳门 那旁边的佛山 东莞 中山 然后这个包括这个什么 惠州等等 来形成一个大经济区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 这张是这个大湾区 所谓的粤港澳大湾区成立之后呢 这个人口的移动 你可以发现吸收人口进来占比 最多就深圳 然后也带动整个广州区 那你可以看到 这几个刚才被列在这个大湾区的 所有的这相关省份或都市 所有的人口的净流入都是成长的 比如说的确深圳有带起了 因为这个大湾区的成立 把深圳的这个影响力更大 就好像台北市带动新北市 桃源基隆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次进来 这个地方再度的宣示 我认为未来这个大湾区 包括深圳经济特区 会是中国政府将持续 也许要拼香港 拼上海一个重要跳板